两分钟看完甄嬛传 雍正元年夏 雍正baby在妈妈的各种威逼利诱下决定选秀 秋 秀女入宫 17岁的嬛嬛受到惊吓 一并不起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冬 嬛嬛和四大爷一眉园出狱 雍正二年春 杏花微雨 四大爷遇到了秋千上吹消的甄嬛 夏 威仪生日趴 甄嬛跳金红舞 沈梅庄假印失丑 端飞结穿木薯粉事件 秋 沈梅庄被禁足 冬 梅姐姐出冷宫 雍正三年春 复查贵人流产 甄嬛意外发现怀孕 夏 春二被华妃害死 甄嬛被华妃罚贵流产后失宠 华妃失宠兔 冬 甄嬛雪中飞蝴蝶 复宠 雍正四年春 甄嬛主动提议要赴华妃的位分 So 华妃复宠被沈梅庄知道了 甄嬛和沈梅庄之间有了嫌隙 夏 四大爷和甄嬛演了一出好戏 甄嬛假尸宠被设计前往蓬莱州 秋 年庚瑶被扒倒台 华妃失室 华尔嘉世进宫 强倒众人推 华妃罪证被截传 撞墙自禁 曹琴墨卖主求荣 被皇宫大佬下毒 雍正五年春 甄嬛穿纯元就衣 尸宠被禁足 怀二胎 秋 甄妇被瓜六父亲设计下了大狱 甄妇得鼠疫 甄嬛前去求情 并发现婉婉类亲 与四大爷决裂 生下龙岳后出宫修行 雍正六年秋 龙岳周岁 果郡王带着龙岳的画像去看嫂嫂 雍正七年春 太后独死老情人龙科多 果子里和甄嬛语中定情 东 果郡王被派往滇葬 果子里和甄嬛打算假死私奔 雍正八年春 果郡王被传死讯 甄嬛怀三胎 未就父亲设计和皇上宠誉 下甄嬛顺利回宫 沈梅庄和婚时初互相安慰 沈梅庄发现怀孕 给孩子找爹 再次受宠冬 甄嬛生下双生子 受封贵妃 安丽蓉宾夕宠 雍正九年春 果儿嘉世告发甄嬛私通 当众滴血艳亲 温时初未正清白自攻 沈梅庄受精柴女 深情告白温时初之后 大出血去世 下果儿嘉世全族被处置 瓜六被乱棍打死 安丽蓉怀孕秋 安丽蓉想要利用孩子 碰瓷甄嬛 没得逞 只能栽在四大爷身上 孕五 殷贵人 东 斯拉格喜欢殷贵人的事 被镜妃揭穿 殷贵人被处死 甄嬛怀四胎 雍正十一年下 甄嬛碰瓷夷修 皇后被拉下马 斯大爷发现夷修暗害纯元 想要废后 却被太后遗址拦下来 并与夷修生死不复相见 摩格进京要求取甄嬛 斯大爷涉及让果郡王束手变关 雍正十四年下 果郡王回宫 被刺毒酒 雍正十五年下 斯大爷看到红燕和原厕长的像 被气晕倒 雍正十六年秋 一蓝衣给皇上下药 孙答应私通的事 成了压死斯大爷的最后一根稻草 雍正驾崩 完